嘀嘀 大家好 欢迎来到黑熊V泰国 我是黑熊 今天这集又是泰国轿车APP系列 加上今天这支黑熊不知不觉 一共介绍了7个轿车应用 按照这种排序 AASI RIDE BALL CAD GRAB InDrive Light Taxi Robinhood RIDE 把黑熊分享的这7个轿车APP都下载好 交替使用 应该有大大提升你各位轿车的几率 当然如果你有包车以及泰国旅游的需求 黑熊也推荐大家使用Groogle旅游通 好 切入正题 今天黑熊要介绍的是LINE的Light Taxi服务 黑熊一样会跟各位介绍 1.这个应用的由来 2.功能费率 3.手把手教学 从注册到使用 最后分享黑熊的评价 LINE这个通讯APP应用 我相信有不少观众都有使用 LINE除了通讯也衍生出很多服务 因为LINE的目标也是朝向打造一个 超级应用SUPER APP 那什么是SUPER APP超级应用 黑熊之前有介绍过 再跟你各位复习一下 超级应用SUPER APP 是手机APP应用的终极目标 透过单一APP应用 提供使用者日常所需的所有服务 像是购物、金融、交通、物流、资讯、餐饮、住宿、社交 不管是自家提供或是整合第三方的服务 透过一个APP单一平坦完成 那黑熊带大家来看看 LINE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了 有通讯、金融有LINE PAN 有LINE银行、社群有Voom 超市、美食、外送与物流 则有LINE MAN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集的主角 LINE TAXI轿车服务 根据看见泰国的报导 LINE在2019年5月在泰国 启用了轿车服务 LINE TAXI 所以这个服务其实已经上线4年多了 不晓得你各位在路上有没有看过 有些车辆挺有LINE TAXI的标示呢 接下来黑熊来跟各位介绍 LINE TAXI的功能与优点 黑熊觉得最大的特色是与LINE整合 除了会员资料也包含金流 只要你有LINE就不用再注册新账号 既有的LINE PAN可以直接使用 不过呢 它的轿车功能界面很阳春 稍后你各位看到画面就知道 轿车时有司机的照片与车号 与司机的通讯方式可使用文字与语音 语音部分是直接拨打司机的手机号码 不过使用者要注意通话费用 文字的部分呢 则是转接到LINE对话 并且没有自动翻译的功能 这点对国际观光客来说很不方便 因为是LINE的通讯功能 所以可以拍照与传染图片 这一点对搭车地点的描述就很方便啦 车种的选择则是非常阳春 正如LINE TAXI的名字 只能叫一般的计程车Taxi 私家轿车SUV等其他车种都没有 非常的可惜 这样可以叫车辆的总数相对就变少了 各位最关心的费率 黑熊跟之前影片一样 我们选定曼谷BTS Saladin站 二号出口当作起点 River City Bangkok曼谷合成当终点 曼谷合成是有很多古董艺术品 与展览的艺文与购物中心 也是许多晚餐游轮的上传点 总行车距离3公里 时间约为10分钟 黑熊选4轮最便宜的方案做比较 给各位看费率比较图表 你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有7个叫车应用 想了解其他6个介绍 使用教学可以去看黑熊先前的影片 好 那我们来看结果 LINE TAXI比AA虾Ride Ball InDrive Robin Hood Ride还贵 费率在7支叫车应用App中排名第5 而且因为计费方式是标准跳表 加上服务费20泰铢 你叫车时看到的价格仅供参考 如果遇到塞车 那就会比预估的价格还多 会增加多少呢 我给各位一个实际使用范例 昨晚黑熊下班回家 预估是130泰铢 约30分钟的车程 但是遇到塞车 实际车程变为75分钟 最终计费价格是245泰铢 好啦 以上黑熊青山案例供参考 接下来黑熊来带各位手把手教学 好 首先你必须要有LINE 那如果没有LINE的朋友记得去注册 那LINE会需要你的手机号码 所以因此这个LINEMAN 它不会限定说你一定要有泰国的手机号码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应用市集 它有支援这个iOS还有就是Android 好 我们就下载 好 下载完毕我们就直接打开 然后第一个步骤呢 因为泰国LINEMAN只有支援英文或泰文 我们就直接同意它的使用条款 好 我们选择同意 好 是泰文的 你要使用就只能同意 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用LINE登录 好 我们就选择同意 用LINE登录 好 那它就问起你同意存取什么 照片啊 朋友啊 这是必须的 你可以不分享你的电话号码 可能就是那个你使用LINEMAN的服务的时候 送货源或CG就没办法打给你了 我们都选择同意 好 我们这样就登录成功了 接下来一样是你的个人资料 同不同意使用 OK 我们同意 来 OK 当使用APP的时候分享一下你的位置 好 那我们就进到这个界面了 好 所以它界面很简单 它画面上就是有叫外送 以及就是有超市 可以叫快递 还有taxi 叫计程车 我们在叫车之前 跟各位建议先要按这个Mode 右下角这个 选择My Payment Method 我们的付款方案 这个付款的方式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先设定好 这边就可以选择你的信用卡 或者使用你的泰国的银行支付 如果是住在这边 有泰国银行账号之外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QR Code 当然是泰国银行资源的QR Code 支付 那这边如果你有信用卡 就可以绑定 既有LINEMAN绑定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这个信用卡 OK 我们检查完这个付款方式之后 好 我们就进入到轿车 那你看它功能真的是很阳春 然后右上角是功能选单 它会告诉你去过的行程啊 然后服务的说明啊 然后价格 价格基本上就是跳表 再加20泰铢的服务费 然后再联络客服 OK 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轿车 我们选择上车地点 一样BTS Saladin 站的二号出口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是去River City 它有个好处是说 基本上它去过的地点它会先暂存起来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 好 我们选择完地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往下看 它的车型呢就只有标准的这个计程车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付款方式 那付款方式呢你在这边就可以选择你刚才绑定的信用卡 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现金 接下来就是 你可以输入就是我们的这个联络人姓名 那这次号码就必须要输入泰国的手机号码 不然司机没办法联络到你 然后有没有优惠代码 没有 然后呢再来就是给司机的接送的一些要点 我是在二号出口 OK 提示 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大概就是3公里 这边写3.2公里 车程呢大概就9到15分钟 预估费率就是80到100泰铢 那你各位可以看到它是跳表的费用呢是60到80 所以说塞车的话这个费用就会高很多 然后服务费呢固定的就是20泰铢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按确定轿车 好 这时候我们就进到轿车的选单了 好 你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画面 可以看到有左下角下方呢有这个司机的照片 以及他的名字还有车牌号码以及他的平等 那司机照片的左下方呢是他计程车的颜色 就是黄绿色你各位都知道说泰国的计程车有很多种 好 那接下来呢右下角这边就可以直接打给司机 但就直接拨电话 右上角这边这个功能键 如果你紧急状况你可以打开警察 或是这边可以取消你的行程 中间呢则是你可以分享你的行程资讯 它是透过LINE分给朋友 但是它是连结 所以你也可以把链接复制下来转给你没有使用LINE的朋友也可以 那你点开这个 它的分享功能 行程功能是坏掉的很可惜 不能使用 这点官方要好好改进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它的通讯部分 它通讯部分呢会跳转到LINE 可以看到这是LINEMAN的Taxi Chart 可以看到它沟通 也可以拍照 传图片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没有翻译功能 而且你不管送什么讯息 它都是直接变成已读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司机到里面有没有读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上呢这个就是这个LINE Taxi轿车的使用应用 看完黑熊的教学你各位都学会了吗 如果还是有问题欢迎留言提问 黑熊觉得LINE Taxi功能阳春就是堪用堪用 没有翻译以及网路语音通话是很可惜的地方 App应用品质上可操作没有很滑顺 传讯性都要跳LINE使用 服务整合度还可以做得更好 反观台湾的LINE Taxi整合就好很多 然后车种也比较多 泰国的LINE Taxi要多多加油 结论 无论如何LINE Taxi 还是能够当作Bot Grab等轿车应用的替代方案 毕竟泰国轿车真的太难了 多几家交替使用可以增加轿轿车的机率 好啦 这一集就到这边 用过的朋友记得来跟黑熊分享哦 还没有订阅的也请订阅关注我们 黑熊V泰国 我们下次见 拜拜